我们今天不但掌握到是国际股市的收盘变化 我们先从美股的消息来做关注 这个联准会公布了上次的会议记录 内容显示说联准会的官员对6月的升息意见是分歧的 还认为说美元的走强恐怕会冲击到经济成长 因此降低年终启动升息的几率 另外美国最近四周出领奢金的人数降到28.2万人 创下15年的新低 显示到了就业市场是持续好转的 所以带动美国股市出现的是同步的一个收高 我们先上道琼是收高56点来到17958点 现在要往18000点的准数大关来做挑战了 NAS的指数是涨0.48%收在4974点 那废半指数则是在美光还有普通高通的同步进阳 超过了两个百分点的带动 总言收盘是出现了一路的向上做拉高 伪判也几乎摔最高点了 涨幅有1.25%收在706.18点 重返了700点的整数大关 S&P500指数则是小涨0.45%收在2091点 好了我们再看到装成风骨表现了 先关注的是财报第一棒的美国旅业 它上一季油亏转盈EPS是0.14美元 不过他们市井指出来中国的产能持续增加 恐怕导致今年的铝市场产能过剩 所以拖累了美国旅业出现的是大跌3.37% 收在13.21美元的一个价位 好我们另外看到是日前传言说 Intel呢因为这个诟病的价格谈不拢 跟阿尔特拉已经停止了协商 那市场就在猜了 博通会不会可能成为Intel下一个收购对象 阿尔特拉呢受到这个消息影响 开盘是大跌有将近8% 波尾盘端是有出现了收涨3.17%的幅度 震荡幅度相当的大 中场来到了是43.33美元 那么博通部分早盘是大涨 相信4%遭出10.9压回 中场是收涨2.3% 收在43.96美元的一个价位 来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我们再关注的是在台股A价部分了 台积电呢不因为旱灾影响中科10奈米厂 预计是5月动工 加上呢16奈米明年投产 渴望重回领先地位 昨天在A价表现部分呢是出现零涨的 涨幅又1.03% 来到23.44美元的价位 那么作为另外一个强势看日月光啊 日月光的三月营收报喜 力拼三年产能要翻倍 所以昨天的A价也出现上扬1.7% 来到是7.19美元的一个价位 好我们再关注到的是欧洲股市表现部分了 就MF总裁拉加德证实希腊呢 在这个今天呢 偿还国际货币基金 4亿5900万欧元 所以带动希腊股市先行做指纹 上涨了有1.06% 收在776点 也带动欧股呢全面走高 其中走股市在2月的工业产能跟出口 双双成长带动 进养了1.08% 收在12116点 那么英国央行为时货币政策不变 符合预期英国股市收高1.12% 法国股市是收高1.4% 冲上5208点 目前创下的法国股市 是7年多来的一个新高 这部分带你来做观察 好我们最近不看到 在商品期货部分了 原本有望达成协议的伊朗宪核谈判 又再度传出了僵局 对激励的油价 昨天出现了反弹 反弹有0.732% 收在50.79美元 近期是持续 在50美元关卡附近 进行一个大幅度的震荡